大家好 我是杨小胖 我是一个车贩的 但是很多关注我的人啊 我也偶尔去聊汽车 我聊汽车就是大家都发现过应该 我从来不提汽车油耗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能力有限 我开过这车数量有限 我不会像别人一样 对吧 张嘴 狐狸 这车8个油 这车9个油 这种话我都会说对吧 当然了 互游客户这么说是很好的啊 见面都得说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因为没开过就是没开过 不懂就是不懂 我感觉不懂说是还不丢人 比这种不明白装董又强 我今天呢 开我这车去炸油 刷新我的三管子啊 跑了215公里 加了31.7升油 大家自己算一下吧 基本上就15升油了 我没细算啊 自己大概算一下吧 然后那欢乐表表显是8.7 啥车我不说的 我也不说黑啥车 我现在为止 我就聊聊关于汽车油耗的东西 我是怎么看的 首先 我不知道咋说 是我自己的问题呢 还是说我开过的车都有问题呢 首先 我开始说第一台车啊 就是最早的车 我的传奇GA3啊 这台车的平均啊 我开大约12.7左右 12.7 12.8 高的时候加过14个油啊 少的时候就41个油 这是我这台传奇车的油耗 我说的每一台车我开都在在2万公里上啊 不像说借一会儿开50公里就给你了油耗啊 这都是我亲自开过很久的车 风光东风风光S330 一个小的面包 当时单位用 但是这个车 我开油耗是在11个左右 11个左右啊 1.5自然气息的一个小面包车 是一个左右 还有东风 那个什么 0自M3啊 M3 1.6的啊 那个车我在高速 有一次最高的时候跑到过14个油 当然了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 已经是转速非常高 对吧 速度非常快啊 肯定是超速了 然后吧 开到这个油耗 因为着急赶四点 所以说 平均的油耗也得在11个到12个左右啊 112个 差不多这个油耗 都得这个数啊 然后呢 还有啥呢 参安移动 参安移动啊 开这个车油耗在我看这还行 没超过12个啊 也都得是41左右啊 我开参安移动 14天的啊 14款的参安移动 1.6的啊 也是14个油左右 对吧 然后呢 胜利是啥呢 我现在开这台车啊 嗯 我当时买它的时候 我预计油耗是41个 我就能接受 但是 我算了一下 嗯 反正 第一的时候 跑高速啥 得10个油啊 跑四驱 高的时候得43左右啊 1315 反正油耗不稳 嗯 一般就是12到15之间吧 基本上有的是14多 有的是13个多 有的是12个多 1.6 我所说的所有车 全部是手动挡车型啊 还有一台 一台是本田的四驱啊 嗯 这台车油耗是11个啊 11个多 11.5 基本没超过11.5 这个油耗啊 嗯 但是也没下去有10个 这是我 有史以来开过的所有车型 你会发现 因为我比较穷啊 我承认我穷 我没有很多的钱 对吧 所以说我买不起很多核质车 包括现在所谓什么卡罗拉啊 对吧 轩逸这些车 我没有实测过 因为你就说白了 开100公里 说明不知道什么问题 对吧 我这些车 我一直当提计 每台车大概都得开过 2万公里转肉啊 最少都得2万公里 所以说四驱代表性 啊 当然只具备我这个车 和我这个人 有的人说 啊 你这是有问题 对吧 你开啥车啥车费油 确实没毛病 但是为什么我开四驱会省油呢 对吧 在我看来不费油呢 有的人说 那这都四十一个油了 是1.5的还省油啊 你你就是大主 其实你要知道啊 我之前说这些车排量 基本上都是在1.5和1.6啊 没有别的排量的 而我这台四驱是2.4手动的 并且我经常期前走转 包括我现在这台车 我现在开这四五个车的油 偶尔对吧 我也二党往100上跑 肯定是费油 我这点我承认 但并不是 就是每天都这样 就偶尔今儿高兴了 就踩一摇 明儿高兴踩一摇 算是一个月踩个两次 踩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所以说 中国所说 那你要问我油耗表现最好的 那一定是思域 那它是什么车呢 它是一个本田车 对吧 你要知道那是一款性能车 对吧 所以说白了 开那个车的人 我踩的更狠 但它的油耗呢 是我这些开国车里边 最理想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到底是我的问题呢 还是我看这些车本身就存在问题呢 换句话说 其实我真希望啊 有一天我能跟普通车友一样 对吧 去发帖 说啊 我这个车啊 七点几个油 六点几个油 对吧 但很遗憾 我自从我自己的车 对吧 除了一台本田之外 全部是国车车 无一例外 没有一个 就十个油以下 在我看来的都是 哎不是 老成油了 所以说 对于我这种人而言 对吧 那自己的费用吗 我不是费用 对吧 但是 这样我接受不了 我现在这个车表现是8.7 我前一段时间开我同学 通知这个比亚迪亚S7 那个车油耗 也得在15个左右 那个我能接受 因为咱的自动挡双离合 对吧 2.2T 你表现是13.7 他13.7 最起码不像我现在开这台车这么夸张 但是有的人说的 对吧 这个车这么油耗这么高 你为什么不换车呢 你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对汽车的理解不一样 有些人只是单纯的把汽车当成一场代步工具 对吧 像我这种呢 那我就喜欢这台车 无论它的优点还是缺点 我都能欣然的接受 买这台车的时候 我就已经考虑到油耗很高了 但是油耗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 你问我后悔吗 其实我也不是说不后悔 我可能未来会把这个车卖掉 但是再收一台同样的车 收一台年限进行同样的车 为什么呢 不为别的 只为自己的喜欢 所以说对于车的油耗 你怎么看 那些还骑个车 我把他以后救过以后的车 说死话 我不太相信 或者是说 可能我手法有限 我开车就是费油 我不认为什么车 就是说说 特别有说什么 绿位油啊 反正我是抱有这个怀疑态度的 毕竟啥呢 我是经理之法 我没有开过 这些东西呢 都是听别人说的数据 换句话说 你问一问别人 移动几个油 对吧 这个移动算是一个 比较热门的事情 肯定有人告诉你七个油 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我当时那台车 杨伟业来 他也开不到七个油 我开车确实是费油 但是他是有个度的 对吧 所以说 当然了 我的价值习惯肯定有问题 所以说买车 油耗具体是多少 大家自己心里有个谱 我是销售 如果你是在我买车 你问我油耗是多少 我肯定往低来说 对吧 你问我现在开这些油耗 兄弟你自己看 九个油 为啥 表现8.7 我说九个很合理吧 但是开回家之后 你就哭了 包括油的车 没有表现油耗 对吧 你问几个油 张嘴就来 基本上所有车上都一句话 1.6手动了 这晚上七百个油够了 七百个油够了 有几个七百个油够的 我不知道 最起码我开不够 这是我自己对于汽车油耗的理解 对于此事你们怎么看 好 就是说认识 谢谢大家